结肠癌案例 每天下午就是哭泣 那在接触原始点之后呢 那第一个月呢 我是一斤 大概六十分的肝腔 第一个月之后呢 我就进到一天两斤生姜的量 然后再搭配姜的 每天大概三十公克 那在按推部分呢 我一周有三次 师兄姐帮我按推 那晚上先生帮我按 那其余时间呢 我感到不舒服 又胃不舒服 我就人工手肘 或者是按摩者自己按推 然后呢就马上热服 饮食上呢我也做了调整 我尽量吃温热的食物 尽量不吃水果 我吃饭也不喝汤 汤汤水水的都拒绝 那在运动方面呢 我在开刀完呢 早晚都是走三十分钟的路 那第一个月 就开始去爬山 刚开始是每周爬一次 现在每周可以两到三次 其余的时间呢 还是维持早晚 五六十分钟的进行活动 我来到中心呢 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那这三个月里面有哪些改变呢 我第一次到中心来 和师兄师姐呢 使说浑增结束 帮我全身的点都按 我的心态是从害怕 接受 而到享受 最后期待 第一个月安排完 我的胃药 抗忧郁的药呢 我就平时服用了 因为我胃比较舒服了 我食欲变好了 食量也增加了 胃食道内有现象也很少 我体重就增加了1.5公斤 这次我拍完 到之后一个一年多来 第一次站上体重镜 只是这是向上的 这让我非常的开心 然后对原始点 更有信心 再来我的体力也变好了 我可以自己做菜 还可以到菜园 拔场1.2个小时 那中午 之前中午没有休息 下午就软啪啪 现在我中午即时不睡觉 我下午可以照常去走路 甚至到菜园去浇水 拔场 回来再为家人准备晚餐 以前我只能走路 现在我可以骑单车 再来更重要的也是 我的睡眠的改变 一上床 没想什么 很快就可以入睡了 即使在半夜一两点醒来 常常都能够再度入睡 直到天涯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那外观上 以前我一进捷运车厢 就有人立刻起来让座给我 现在没有人理我了 表示我看起来有多了 那最后我要非常感谢基金会的师兄师姐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